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像下雨 你知道这个打低 我要到中环 我要到中环一个地方 平常20块钱的路程 你知道我那天打了多少钱吗 这就说明带来我们生活成本的上升 200块钱 我最后就是大概就是从这个哪啊 这个湾仔附近的一个地儿 我要到中环 20块200块钱 而且多长时间你知道 你绕到哪里 两个小时 我跟你说绕到哪里 路我很熟悉 为什么我很熟悉呢 徐老师你记得我跟你讲过吗 我在香港第一次开车的时候 我大概就四个小时没有离开港岛 一直绕 我记得我上了港岛的最高峰 我记得我上了山顶 而那天我打低 走的基本是我那天的路 你知道吗 参照中环 我昨天才去 也是去湾仔的一个餐厅吃饭 然后因为刚好是同 就是同 要去那条天刚好被 跟被站中的这个挡起来的 就是拉长的话是同一条 哇也是绕很久 就是不断的是在踩刹车的情况当中 大概平常15到20分钟就到 也是坐大概40分50分钟还到 坐的 坐到想说我早知道是坐定帖 我怎么会坐坐计人车去呢 这些天我们都生活在香港 我觉得也真是这家伙生活 徐老师 你有什么生活体会 我那个9月28号就在静中太古广场 你当时就在 就是放吹雷 我是观光 我是观光 我也尝到了一点那个吹雷弹 我这一辈子 你尝到了 你有哭吗 你哭了吗 味道是很难门 我是看客了 我根本就没有什么 但是奇妙的很 那天我停车还开进了太古广场 广场很空 所以我说你跟他们有点关系 停车场也没什么车 还开进 还在那里吃了饭 就是就是看客 吃了饭之后就没出来 是吗 车到家里巴里面 后来就进不去了 后来进不去了 那天还可以进去 但是你知道 我天天看新闻 我跟你说 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 你把他当警匪骗在看的吗 我一早 我就对这个香港警察 情有独钟 我平生头一回来香港 首先衣服都合适 你知不知道吗 衣服都合适 而且身材保持的都好 人家怎么香港警察 体型小伙子一个个 而且头发 感觉都是天天理发 天天理发 而且我跟你说 当然 有些 现在也有些个别的人投诉 就是说 有几个警察 是不是涉嫌 要打了他们 然后就说 要打官司 这个我不知道 但我觉得有一个 我光看电视了 就看看这个整体形象 我觉得 它是一种训练 相比之下训练有素 就我作为一个 大陆人 在香港生活了十多年 我感觉 我都能模仿 你看 你想在这个 人海之中 在这个两方冲突的 这个人群之中 你看我们的警察 香港也算人民警察 好家伙 你慢慢的 他的动作 又有统一性 就是 就党啊 党啊 党啊 党就这样 然后呢 对于往前冲的这个人 你看他们统一 他们有一种标准动作 就是指 指 画画画 你看 这特别好玩 有时候就是 上面有人 好像冲他们淋水 你看那帮警察都是 他的动作 我觉得 我认为是训练的 都是统一的 咔咔咔 就这么指 先指 一起指 然后你也往下冲呢 啪啪啪 然后这个警棍 你知道吗 他肯定是训练有素的 你知道吗 到达某一种程度 你看这警棍 先是横的 啪啪啪 拨 然后要是更激烈一点呢 他就是啪啪啪 就这样 哎呀 什么 当然就是对人民生活的影响 我深受其害啊 我感受到了 二十块钱的低势 我打两百块钱啊 二十二十十五分钟的路 我走了两个小时啊 你说说 但大部分市民还是很克制 对 就是双方还是很克制 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个人被报道是重伤或者是死亡的 已经二十多天了 那么多人参与在里面 想绕绕不出去嘛 他要送到这个医院 但是路被挡了 就用 又送到另外一个医院 然后就 因为太久了 你知道香港这个地方啊 跟台北不一样 跟北京也不一样 这个 你看啊 就是 你比如说你像你在台北啊 你 堵一块地方 一个凯拉克 因为它城市大 包括北京更是城市大 它实际 它对这个这个城市生活的这个影响 它不是全局性的 对 你要知道香港 咱们平常开车 香港的车啊 我就觉得 每次都塞车 我在香港开车都高度紧张 我在香港开车 为什么高度紧张 因为它开的都非常快 对 至少八十以上都得操操 我过去觉得香港人挺不友善 就是我作为一个大陆来的这个杀手司机 是吧 我稍微开慢点 他们后边就滴滴滴 就这样 你想这样一个车水马龙的这么一个 而且尤其是中环 你知道吗 你要堵 我就觉得香港这个很非常特别的城市 它跟台北跟北京不一样 你把它这个地方的要道只要一堵啊 它这个瘫痪 简直就是 我觉得它影响是全局性的 对 它这个路根本就不通 你像是吧 反正你看我昨天有开车去 像中环 徐老师 我突然有一个感觉 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香港开车 开出了北京的感觉 你说平常香港不塞车 塞塞 平常也塞 不是 平常塞 我跟你说 没有塞到北京那种程度 就是总会移动的 总会动 我昨天在中环开 就是出不来了 你知道吗 就是我就说 哎呦 真是像北京一样了 我在北京就能一等等一个小时 这种情况 而且你知道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你就是这个香港人啊 是以遵守交通规则 对 著称的 可是你知道 这个因为这个道路 他现在给拦的七拦八拦呢 这个车啊 我要我要离开港岛 很久不能离开港岛 当离开港岛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铁马剩下的这个线 是个什么呢 双黄线 嗯 双黄线是绝对不准过去的 对 但是实际上呢 包括我在内 没有办法 就没有办法了 这所有的人都越过了双黄线 就全 全这么走了 我有一个碰到一个出租车司机 最好笑 他一路呢 就跟你一样 他抱怨 说这个交通很不好 某某 然后他抱怨到一半呢 他就说 他自己的儿子 女儿吧 他说也去 对 我就跟他说啊 你这是胡闹啊 什么什么 他说我女儿跟我说什么 我不是为了我自己啊 我是为了我将来的小孩啊 很多的家长都有这样的反应 然后那个老爸就觉得很好笑 你自己心里 朋友的男朋友都没有了 你还为了你将来的喜欢 枪枪三元行 广告之后见 当然咱们别光讲香港 也稍待稍待台湾 最近又停 我犯了双重的错 我给你跪下 几个月 几个月没叫错 今天又叫错了 不是 最近 最近你看 开塞车 塞车太久了 最近你对我不够关心 人家又停经常的关心 真的 我错了 我错了 我最近关心别的 没时间 我 美杰 是吧 你看 不是 被骂的是又停 不是你 你看我是冲你说话 最近韦杰因为一桩新闻 受到攻击 但是不能怪人家又停 你到时候要骂错 去别人的地方 不怪韦杰 要怪又停 要怪又停 来来来 你说什么 我们先讲一些 就是有一天呢 就是有新闻报道 就是有这个 有内地的高档的那种 自由行的游客 跑到了台湾的顶泰风 餐厅里面去吃饭 然后小朋友就在桌上尿尿 然后爸妈拿宝特瓶接 结果就撒了桌上 男孩女孩 我不知道是男生女生 但宝特瓶估计应该是男生吧 小女生应该没有办法 然后就结果 好就尿了 然后一桌上的菜都脏了 就当时这个 这个妈妈就说 哎帮我们把菜换新的 免费换新的 然后这件事情出来 台湾都会想说 第一你去一个米其林 异兴的餐厅在桌上尿尿 已经是很匪夷所思的一件事 尿完了 你不觉得怎么样 你叫大家把桌上收盖器 再上一桌新的小笼包来 然后旁边的游客也吓傻了 因为这是一个观光的地方 非常多外国游客 然后你想你吃饭 小笼包就是香 你怎么陪旁边是尿稍微 然后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新闻 po出来在我的 就在我的微信上面 然后因为这件事情之后 台湾的媒体就po的第一天 大家一直痛骂说 这是假新闻 这是假新闻 就人家餐厅的公关都出来说 证实是这样 然后他们当时怎么样处理 谁说是假新闻 就是那天的媒体就一直说 我造假 说台湾媒体造假做假新闻 就痛骂 然后因为这件事情之后 隔天就有报纸就说 不只是在哪里 又有另外一家餐厅 在101的美食街 又有疑似是大罪 刚刚的那个疑似是小偷 这个咱们再看第二张 是这个吧 对对对然后后来呢 媒体追踪就说 不是在101美食街 尿尿的那个呢 这个妈妈至少 妈妈是台湾 台湾妈妈 然后她是在美食 你还想把老公 栽成我们大陆人吗 没有因为她的 新闻的内容是这样写 结果网友 这就是说 男童母怒 说有人提意见吗 说不行吗 然后你再看下边 反正这是台湾电视台的采访 就第一天大家原本 结果我们台湾人 竟然也做了这样的事 什么什么的 因为前一天鼎泰风的事情出来的时候 哇大家痛骂 想说你们怎么 就是来这样吃饭 在米勤餐厅去哪里 怎么样你们这样做 然后还要换菜 搞什么鬼就狠气 然后第二天发生这件事情 大家一路痛骂说 哇你们大陆怎么样 又一路痛骂 就是那个情绪很紧张 然后后来媒体说 哦 鼎泰风这件事是对 真的就是真的发生 但101后面 第二天发生那件事情 这个是假的 因为这妈妈 就是这个小孩 其实是台湾的小孩 后来就媒体的 开始就是说 怎么说是假的呢 就不就说他是说 我们就直接灌 他是大陆人的这件事情 就是说前面一个 是大陆的小孩三尿 后面一个 是台湾的小孩三尿 然后台湾就变成说 你看我们怎么就 我们怎么会有 这样的事情发生 然后台湾就很多的声浪 再去检讨说 我们怎么可以去怪人 大陆人在尿尿 你看台湾的小孩 也这样尿尿 不是我跟你讲 这个韦杰 是 错了的都是又婷 根据我收到的消息 你说这两件事 都不是大陆的孩子 你看 经台湾旺报 旺报是个有公信力的报纸 旺报三立新闻报道后 该事件引发 远连安网友激烈讨论 然后此事件 今晚就是10月20号 发生大反转 据中市今晚 据中市10月20号 19点28分的报道 经调查 就你说的 台湾知名餐厅 顶泰峰的这个台北101店 的这个撒尿儿童 为台湾人 该儿童的母亲姓季 季女士否认孩子 在饭桌上撒尿 称她是在给孩子整理衣容 她还在电话里反问记者 说有尿没尿 有什么差别吗 但这个讲的是第二种 那你不是也讲顶泰峰吗 但是她是101 顶泰峰有不同的分店 顶泰峰的101 因为就是问题就在于 她是同样在101 但一家是在顶泰峰 另外一个是在那个 不是不是不是 别的店 同样是在顶泰峰 一个在101 一个不在101 顶泰峰怎么这么讨厌啊 然后后来就变成说 看来顶泰峰的菜有问题 对不对 鼻子小孩就马上擦 你要爆 然后就因为这样的事情呢 大家就变成说 就反倒变成说 所有内论网友就说 你看你们台湾新闻都造假 你看你们就骂我们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但其实它是真 其实基本上 这其实真的是 真的是两个不同的新闻事件 好悲哀啊 对好悲哀 然后而且我会觉得说 就算今天不管 他是哪里来的小孩 他今天在公共场合 尿尿或怎样的 都是不应该 而且很多人就会说什么 你干嘛跟小孩叫 他还三岁 你有什么好讲 我说不是跟小孩 是父母亲 说你要怎么样带这小孩 如果你是不小心的 就尿了 那我们也就 小朋友总是有内急的时候 或干嘛 但是你不能说 鼓励这样的行为 或者说把它挑起 变成说 你们瞧不起我 我们瞧不起你们 就是这个感觉 就是会让我觉得 好受伤 我真的觉得看了好受 就是看完了网友的评论 之后我才发现说 所以这件事情的 到底大家看的 真结点在哪里 是因为说 这个我们跟小孩子 真结点是第一 哪里都不该随便 人要 第二 把这个事情扩大到 族群之身 台湾大陆香港 那就是错 对 就是说你就批评这个人 就批评这个人 你不要说 这是因为这是一个 大陆游客 就是说明 大陆的人都不好 或者因为他是台湾人 说明台湾人又很差 这个是 这是族群不应该争 第三 鲁兴早就讲了 如果一件错的事情 不能因为别的地方也有 我们就理说 应当这样做 以前讲 中国的 那个中国人说 有老鼠 有苍蝇 他说美国也有苍蝇 那难道我们的苍蝇 就对了吗 美国也 曹云说明 美国也不好 但不代表 我们就好了 所以就三个问题 行 那这节目可以结束了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节目可以结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 我从小一直开始当吧 我上次给你总结过了 你是开裆裤上装拉链 就是说你爱自由的自由 你到了文明社会你就把它拉上 然后你两种文化你都觉得可以适应 开裆裤装拉链早给你总结过了 开裆裤这个小孩怎么管理排泄系统 按弗洛伊德的说法决定人一生的性格 就是一生性格 开裆裤的好处是自由嘛 住瓜大地 这样就尿下去了 那封起来人会压抑 但是就会比较理性 注意公共环境 从厕所的角度来讲 厕所是跟人均GDP有关的 就是说 人均GDP你排名才先 公共厕所就会比较发达 每家的厕所 包括纸尿布也贵嘛 你看跟经济情况都有关系 你看叫农民工小孩都要带紫苗布的话 这多贵呀 香港现在跌了 本来是世界第九位人均GDP 大陆是九十几位 你看这个香港跟大陆的 这个一个巨大的差别 但现在呢 大陆上升到八十几位 香港跌到二十几位了 台湾是三十几位 那大陆当然厕所是不够好 这个实事求是 现在虽然有很好的 我去过在县城里边 在吉安的一个招待所里 我看到大概世界上最奢侈的厕所 都有 但是的确还是有 尤其是公路边上的那些 这些小那个厕所啊 还是老样子 就是你进去简直不能忍受 这个这个我们都可以讲 那香港是不是就好了呢 香港有几个大问题 就是第一 它的地铁系统啊 不装厕所 这个英国啊 美国地铁都有厕所 香港就就是红堪那个火车路啊 车站有厕所 但是其他的地铁系统 不准吃东西 然后没有厕所 我一直在想到 你到了里边 你急的话 就是得忍受啊 就是那 第二 香港还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 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了 他到处的厕所 你到一个商业楼里边 厕所是有 你一去啊 他就要你到店里去拿钥匙 对 对不对 你不到店里去拿钥匙 是是是是 他就不开放 那是人家员工用的 什么员工用 他的意思就是资本主义 保障个人权利 消费我才会给你 因为你在这里买东西 你去问他要 你才这才这里用 但是这个用到过分 过分到什么地步啊 有的厕所他是开着 但是你小便的词啊 他上面就会写着 美心酒家专用 哈哈哈哈 绿阳村专用 陶杰以前写过文章 我对着美心酒家 我没在美心吃饭 就不行吧 我就大家乐 杀你个美心 你又怎么样 你没办法 但是香港就 就搞成这样 这个车非常好 我不仅是商业楼 所以为什么内地很多游客 来到香港说找不到厕所 真的是这样 大陆内地虽然厕所少 但是都开放 没有说什么就这样 像我的学校的办公大楼 一楼学生住这处旁边 你要上个厕所 也要去拿钥匙 我就觉得有点过分 就是说你这个学校里面的厕所 为学生服务 那又怎么 有多少个外人来 你就是打扫厕所的工人 稍微辛苦一点 你不要把厕所搞得 那么资本主义 我觉得香港这一点啊 就是说是对 香港人自己熟门熟路 我知道 跑到店里拿根 拿个钥匙自己上去 外地人是真的没有办法 你真是没办法 你找不到 所以以前争吵争吵啊 我觉得这种习惯是不好的 也不能族群之争 但是各地的文化城市建设 应该要改进一下 这个 我记得去年北京马拉松赛的时候 就有一幅 其实就一群老外 还有很多 很多跑步的选手 他们就在这个城墙外面尿尿 然后就带大家拍一下 然后大家就疯狂骂 他们说什么 一直骂 我就骂 当然 这样子随地小建 尤其是什么古籍 当然是不应该 但换一个角度讲 你也要警察说 那你这么多人涌入这地方 你也是要解决大家的内极 所以说他其实是说 所有事情都是有两个 内地现在网上是把 杀尿的权利跟民族尊严 搞在一起 就好像你老批评我们 内地的小孩杀尿 那我们难道没这个权利 我就杀给你看 诸如此类 这个真是不对的 首先不代表中国人出去 就缺乏文明 这个这是一个歧视 有个别 因为人口基数大嘛 中国现在一年 有一亿多的人到外面跑啊 超过人家一个国家的人口 当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其实台湾之前也有发生 就是也是跟尿片有关系 跟小朋友有关系 他就说有家长拿了椅子 然后在星巴克的桌上 帮小朋友换尿片 那就两句话的声音说 你怎么会在这边换尿片 或者什么 但后来家长派胜利 家长会说 因为你新加坡里面没有一个让你换的地方 然后就说 像一家家私就有 对 就是他是说 你这样子的事情 你是不是说店家会怎么样